立委指控就是說 我們故宮 有一個清代的文物國寶龍文碗 焦黃又綠的又綠彩的龍文碗 說在這個移出庫房的時候不勝打破 不能打破沒關係 還說我們這個故宮 故宮的當局要求不得點交 不得記錄不得做檢視報告 要掩蓋這件事情 院長對這件事情有沒有了解 故宮是非常專業 保存國家文物非常重要 那在過去曾經院長 有來跟我說有一個狀況 那因為對於這些非常專業的文物的保存 怎麼樣子的管理運作等等 都有相關非常嚴謹的規範 所以我請院長 都依照文物保存的專業處理就好 那也就是說所謂的要隱匿隱藏這件事情 要要求不得點交不得記錄不得做檢視報告 是沒有這種事情嗎 我認為吳院長不是這樣的人 那請院長跟你報告 好 院長簡單跟社會說明就好 各位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發現 我們發生問題之後 就循著程序報給我了 我就馬上啟動調查 我們的調查分兩路進行 第一個是業務單位自己 做調查報告 第二是由政風做調查報告 所以我們並沒有引力 然後我們在第一次 第一個案子跟第二個案子 我們沒有辦法確認 這個責任的歸屬 但是第三個案子 我們可以確認責任的歸屬之後 我們就啟動了這個懲處作業 所以現在是在考機會當中 所以我們絕對沒有引力 這樣聽起來就是 完全是按照我們的程序 應該走的程序在走 是的 一方面我們用博物館的專業 另外一案我們經過行政程序再走 所以外界指控說 你這個要一手遮天 要求不能點交 這都是完全沒有這種事對不對 沒有這種事 好 謝謝 謝謝 我想利用這個機會 對社會說個說明 另外 院長請回 院長另外再一個問題 有關這個 目前大家關心說 我們的這個熊貓團團 團團他疑似罹腦部的惡性腫瘤 那這個中國方面要派專家來 來說希望能夠派專家來這裡 那我們目前 我們政府的態度對於這個中國專家來台 對於這個熊貓進行治療的部分 我們包括我們農委會跟我們陸委會 有什麼樣的態度 政府有什麼樣的政策 這個相關的這一個 這又是另外一種專業 所以只要能夠對貓熊有意 還應該怎麼做 這個我們沒有任何 我是請諸位跟您報告 是 真的謝謝委員的這一個關心 其實很多人都非常關心 團團的現在的狀況 那台北市政府在第一時間 跟農委會聯繫之後 我們立即的同意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 可以這個讓中國的這個 有關貓熊的這個專家的部分 可以盡速來台 來協助這個治療 好 所以現在就是 只要這個台北市政府來 台北市政府是有沒有來函申請了 呃 事先我們都有溝通 昨天正式來韓 昨天正式來韓 我們早上已經回韓同意 而且 昨天來韓今天就回覆了同意了嘛 對 但是這個還有一些 因為有疫情 要依照CDC指揮中心這一邊 那當然那當然 不過我們會在 我們政府的態度 就是以最快的時間 來協助這個這個 這個熊貓的醫療的進行 當然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保育類的動物 謝謝 謝謝主委 謝謝 謝謝 首先我要請大家看一下一件 珍貴的國寶 圖上這一張 是清朝年間的一件陶瓷 名為 焦黃釉綠彩龍蚊 這是用焦黃釉為底 在綠彩雕刻出 雙龍搶豬的精緻陶瓷碗 這件國寶非常美麗非常珍貴 目前珍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 從來未曾對外展覽 但是本席最近接獲檢舉 檢舉內容害人聽聞 因為這樣一件國家珍寶 竟然被故宮人員給打破了 而且在事發之後 故宮告成竟然打算隱瞞 意圖瞞天過海 將這件國家級的醜聞 掩蓋過去 本席今天要公開的舉報 請行政院孫院長 下令徹查此事 如果此事為真 這會是故宮博物院 有史以來第一次打破國保 必須追查 故宮無密查院長的行政 以及政治責任 本席接獲檢舉指出 去年二月 故宮執行文物數位典藏計畫時 將此綠彩龍蚊移出庫房的過程中 不慎將此晚摔破 事發之後 相關人員立即向無密查院長報告 但無院長卻決定隱瞞事故經過 下令對該器物不得點交 不得記錄 在進行修復之前 也不得做檢視報告 尤其要求相關人員要封口 所有的相關文件 都用最高密件的方式來處理 以免留下任何的證據 其實故宮衰破國保或許不是故意 但是故宮事後 意圖隱匿就是故意 故宮衰破國保有行政疏失的責任 但故宮意圖欺瞞國人就有嚴重的 政治責任 尤其更嚴重的是 這件事情還不止一件 檢舉消息指出就在最近 故宮又衰破了另一件 明代青花瓷器 這件瓷器比清代的瓷碗還要珍貴 結果 無密查院長與故宮高層又在故計從施 意圖瞞天過海 再用相同的手法隱匿證據 欺瞞長官欺瞞國人 這樣的故宮院長不只失職失格 更是欺騙國人 對不起國人 本期今天在行政院蘇貞昌院長面前 公開舉報此事 請蘇院長立即召見故宮無密查院長 下令徹查此事 並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如果此事屬實 請蘇院長代表政府 向國人鄭重道歉 無密查院長更應該為此事下台負責 陳以信委員剛剛在國事論壇上面有講到說 爆出說故宮打破了國寶龍文碗這件事情 然後結果呢 這個故宮的院長無密查還有故宮高層 就是似乎下了封口令這樣子 然後說要就是壓低不要讓別人知道 但這個似乎是已經是故計從施了 就是最近呢 之前也打破了一個明代的青花瓷器 所以故宮院長這樣是不是有點失職失格 那也算是欺騙國人 是不是應該要徹查 他要賠啊 對不對 他有沒有保險我不知道 打破是假的 是不是真的 打破是假的 打破是真的 那你怎麼會這樣不好好 那個時候他們當時為了防日本人 把故宮國寶這樣運來運去 好像我的了解都沒有破嘛 都沒有破損 都完好無缺 怎麼好好的在故宮就打破了呢 這都要賠啊 這不是講講就算啊 你無密查 你把你的身家財產都拿出來看能不能賠完啊 不夠啊 可能都不夠啊 對不對 這種國寶要很小型怎麼可以把它打破呢 尤其你說在外面展覽啊什麼被人家不小心都不對了 因為能夠這樣好好保護 你們都是專家耶 專家你 要理想你應該知道怎麼保護這些國寶 怎麼會被打破呢 我就覺得不可思議嘛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傳到全世界 都是世界級的笑話 你院長當然要負責 你不負責誰負責呢 你不責那邊世衛素餐那邊當道光而已啊 當然要負責啊 你這樣呢 下個封口令 那更不應該嘛 怎麼可以下封口令 你封也封不了啊 這表示有 對不對 表示有問題嘛 你封也封不住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嘛 現在哪有 你封什麼怎麼可能封住呢 尤其國寶這種事 你封 顧光裡面一定也是群情激憤啊 所以怎麼可以把這個 國寶把它打破呢 這不可以的 也不可以封口的 怎麼可以封口呢 小朋友 acey 不要 protest 早上 早上 馬上 早上 訊息 早設 早上 早啊 ister